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 今天给大家带来UIKit练习防网易新闻客户端课程的第二节课 这节课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项工程开始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呢,我们先给我们的工程起一个名字 然后由于我们是Swift开发 所以我在工程的名字后面就加了一个Swift的标签 所以我们完整的项目名字就是NewsDemo 然后一个横杠,然后Swift 我们的工程将使用纯代码的方式来编写界面 而不使用Storyboard和Interface Builder 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下原因 我们在开发一款应用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都是多人合作 而使用Storyboard或者Interface Builder的时候 会对我们的版本控制造成一定的影响 如果我们多人都编辑了同一个页面的话 会对整个的代码管理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会产生非常多的冲突 然后大家在提交代码到版本控制库的时候 也会遇到很多问题 所以呢,我们这项工程会使用纯代码来编写界面 并不是说Storyboard和Interface Builder不好 而是因为就是我们是在为整个工程来做一个考量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Auto Layout 我们的整个工程都将使用Auto Layout对界面进行适配 原因很简单 现在的iPhone主流的屏幕尺寸一共有三种 4寸,4.7寸 然后还有iPhone 6 Plus的5寸 这样的话,我们如果用纯代码自己去计算的话 是要适配三种不同的屏幕尺寸的话 是需要增加很多工作量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使用Auto Layout来进行这个屏幕的适配 但是我们会使用一个第三方的Auto Layout封装 它是基于苹果的Auto Layout进行了一层上层的封装 因为苹果设计的Auto Layout的那个代码 写起来实在是太反人类了 所以我们使用一个第三方的库 这个一会儿我们会在后面进行说明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工程中将要使用到的包管理软件 也可以理解为第三方库的管理软件 它的名字叫做Cocoapods 它是基于Ruby完成的一个command line的工具 也就是命令行工具 然后呢,我们可以使用它对第三方库进行一个非常方便的管理 它是基于Xcode Workspace 然后和子工程 然后来进行的 然后在Swift下的话 它应该会把我们的第三方库全部编译成framework 然后呢,这样便于我们对第三方库进行管理 大家可以非常容易的使用DSL这样的描述性的语言 然后来对我们需要使用的第三方库 然后来进行一个描述 然后只需要一两行代码 然后就可以让这些库出现在我们的工程中 便于我们调用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Cocoapods官方网站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Cocoapods的官网 然后所有的信息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查到 包括如何安装 然后或者说如何使用 然后在这里可以找到完整的文档 然后呢,也可以从这里面 然后可以找到一些使用的demo 然后呢,同样它也是一个开源项目 我们可以在GitHub上找到Cocoapods的原码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给Cocoapods做一些贡献 然后帮它修一些bug或者完善一些功能 然后呢,关于安装我们这节课 不会详细的说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官网上的教程直接来进行 我的电脑上已经安好了Cocoapods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一下Pod的版本 它现在应该是 还是0.39 现在还是beta版的 还没有进入1.0的正式版 然后它已经测试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正式进入正式版 虽然还没有进入1.0的时代 但是Cocoapods现在的整个功能已经非常完善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命令 我们比较常用的有install 然后update 然后还有应该大概我们经常使用的就会 只有这两个命令 其他的大家暂时可以不用去管它 至于如何使用Cocoapods来管理第三方软件包 我们会在一会儿说明 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看我们 这个工程中将要使用到的第三方 第三方库 首先呢在网络方面我们会使用到两个库 一个是这个Animal Fire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的AF Networking 也就是iOS那个OC版的 AF Networking的Swift版 其实AF的缩写也是这个Animal Fire的缩写 然后下面这个Animal Fire Object Mapper 其实是一个把JSON处理成我们的Data Model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对它进行详细说明 现在我们也就不说了 然后呢下面这个图片 图片加载的 以及Cache的库叫做King Fisher 这个就更有名了 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大神 我们细称它为Motion 是它来完成的一个开源软件 然后呢它现在我们也可以在GitHub上找到它 然后也可以为它贡献代码 然后我们对于Auto Layout 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要使用一个第三方库 它叫做SnapKit 它对苹果的Auto Layout做了一层非常好的封装 然后会非常便于的使用 我们在整个工程中将使用它来进行Auto Layout的布局 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三方库 大家都可以在GitHub上找到它的代码 这个是Animal Fire 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Star 然后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络库的Swift版本 然后呢这是Motion的King Fisher 是一个图片加载库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它的使用方法 然后也可以为它贡献代码 然后呢这个页面是SnapKit的页面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好的Auto Layout的封装库 我们可以用非常简单的代码 然后来实现Auto Layout的布局 说完了第三方库 现在我们就开始正式开工 然后呢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工程 然后呢名字我们刚才已经起好了 那我们就叫做 那我们就叫做 news news demo 然后 然后 swift 然后呢 language我们选成swift 然后第八次是iphone ok 设置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就 我们把它放在桌面 然后呢这样我们就 新建好了我们的工程 以后我们的整个工程将会以这个工程为基础 然后呢下面我们来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来 嗯 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这些第三方库 我们要把它引入到我们的工工程当中去 然后我们使用的是这个cocoapods 呃首先呢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工程目录下 建一个我们所要描 我们所需要的第三方库的一个描述文件 然后呢建立的我们可以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文文编辑器 然后呢我用的是sublab 呃我们这是我其他工程的一个portfile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portfile大概就是长的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们现在需要新建一个 然后呢首先呢我们需要写第一行 这个第一行呢是platform 然后iOS8.0 呃这一行是什么意思呢 它描述了我们当前这个工程的使用的最低版本号 然后以及使用的系统 然后呢因为cocoapod其实是在Mac平台开发也可以使用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用在iOS项目上 所以我们这块标注为它是iOS 然后呢我们的应用支持的最低版本是8.0 然后我们就标注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要干的第一件事情 然后标注出我们使用的平台以及使用的版本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需要这个第二句 就是useframeworks 这句对于swift工程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以前的OC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是用这个framework来管理我们的版本 其实就是完全是一个子工程 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依赖都是依赖于这个子工程的 但是在swift版本下 我们cocoapod必须要求所有的包都被编译成frameworks 然后使用这个frameworks作为我们的第三方的依赖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一些这四行就是我们所需要依赖的第三方库 然后呢前面需要一个关键字就是pod 然后呢后面引号中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第三方库的在 在github上面的名字 这个名字必须要完全正确 拼卸要完全正确 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找到 他也没有办法安装的 所以呢我们就不用自来打了 我们直接通过复制粘贴 然后来完成这个项目 OK这样我们一个code file就完成了 然后通过这个code file呢 我们就可以安装我们的第三方库 然后呢我们需要把它保存在我们的工程下面 然后起名叫code file 然后不需要扩展名 然后它需要被保存在我们的桌面的newsdemoswift的根目录下 OK好了 这样我们这一步cocoapod的初步设置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解在命令端 也就是command line下面如何来安装我们的第三方库 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终端 然后呢我们需要先找到我们的工程目录 desktop 然后newsdemoswift 然后呢我们需要到我们的根目录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pod file文件已经在这了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需要干的事情就非常的简单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列出的就是pod的所有命令 然后呢我们需要用到的有install命令和update命令 然后呢这块还有一个search命令是我们经常使用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如果想搜索一个库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在不需要去github上面找 我们可以直接在可以直接在在命令行里面 比如说我们想找我们的elmofile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相关的就都会列在这里面了 这是我们最新的elmofile3.0的这个版本 然后呢我们要想安装这些包就更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运行我们刚才说过的命令 但大家要切记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工程目录下 也就是pod的file所处的那个位置来运行pod install命令 然后当我们运行完这条命令以后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pod会开始自动安装 我们整个的所有刚才我们在podfile中描述的这些文件 但是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 因为github的服务器是在国外 然后在国内访问会比较慢 然后呢中间的这个步骤我们会忽略掉 然后等安装完以后我们再回来 OK经过漫长的等待 我们的所有的第三方依赖都已经安装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部分 我们刚才所需要的 我们其实所需要的四个库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为我们安装了五个库 其实这个object mapper 它是这个animalfire object mapper的一个依赖的另外一个库 所以他会把我们所依赖的库 然后来打开我们的整个工程 OK接下来我们就去我们的工程文件里面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面上的这个工程文件 然后文件已经比之前要多了一些东西 这个podfile是我们新建的 然后这个pause文件夹就是cocoa pause帮我们下载下来的所有第三方依赖 然后呢他还帮我们新建好了这个workspace 然后呢以后我们进行编码的时候 都需要通过这个workspace 然后来打开我们的工程 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第三方依赖 然后都已经被装在了我们的整个的这个workspace下 然后呢我们的工程是依赖于这个这些第三方库的 OK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就说完了 我们建立好了我们的工程 然后也下载好了所有的第三方库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编码工作了 然后呢下节课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vailcontroller应该如何去编写 这个如何去编写是在规范层面的 并不是在代码层面的 我会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个vailcontroller 它应该包含什么样的代码 然后它的组织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 期待大家下次继续收听我的课程 然后也感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